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面对关闭的羊马场不远 有个亚裔Ricky经营的牛仔主题公园 Ricky要和羊马场建立买马的互惠关系 与此同时 OJ在自己的羊马场中发现 开始有异常事态出现 怀疑天空中一朵不会移动的云 上面藏有一艘太空船 兄妹两人开始捕捉珍贵画面的计划 招来的电器店店员后来也自愿性帮忙 与此同时 牛仔主题公园的Ricky要推出的新节目 和买来的马也和天上的那朵云有关 众人的命运与生死 顿时都操控在空中的不明物体中 这是喜剧演员出身 五年前转身当导演拍惊悚片的 Jordan Peele第三部导演作品 三部影片中主角为非洲裔演员 已经是突出的一点 而在电影Noop中 主要核心人物还有拉美裔和亚裔 而且都是主要人物 这已经是值得注意的思维 几年前荧幕上还见不到的景象 以惊悚片来说 Noop在第一幕的部分 感觉可以加快步伐 技术上突出的部分是音响设计 毕竟到了第三幕完结部分 观众已经大概猜到谜底 怪物的设计有一定的创意 而剧情中的一些社会性主题 或许会让观众在电影结束之后 反复反思 那是你从哪里没有醒过 你会会被招联系的一部寻异 你会会被招联系的一部寻异 五个星球 五个星球 五个星球